川普上来就改变了一个新的世界 新世界来临了 新世界来临之后的中国大陆 是主要被攻击的对象的目标 因为他很简单 他选举讲过 他说我60%关税 他给你搞 一搞60%你就挂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的处境 是非常的艰难 习近平的处境非常艰难的状况下 勃呱呱就改出来讲话了 所以勃呱呱只是这个沧海一树 你看到的一个sign 一个小点而已 一个小灯泡 他还有更大的亮度 更大的事件一直在发生中 苗华被抓是什么意思 苗华被逮走 然后他的军委会政治部主任换人 对不对 这个都是表示说 这个整个军中的力量 产生更迭在移转 对不对 那好我们把这个 你把每一个单一来看 都是一个事件 总体来看大战略 就是说今天的领导本身 会被责怪 所以习近平的领导 产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那谁要负责 当然是习近平负责 为什么习近平负责 第一个你跟中美贸易大战 是你搞的 搞出来的事情 你的策略 走的就是走出这个策略 所谓的这种 overcapacity的策略 多余产生 是你选择的经济策略 这是第一个 然后还有第二个 俄罗斯是谁搞的 俄罗斯也是你习近平搞的 你同意他去打俄乌在你身上 中俄关系无上限 不封顶嘛 你挺他嘛 所以搞得变成俄乌大战嘛 如果今天习近平不押注到俄罗斯去的话 美国人会不会对他那么凶 不会 不会嘛 所以俄乌也是他搞出来的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军方 在军方这看起来就 那就问题来了 那到底谁要负责 经济也出问题了 外交也出问题了 然后失业率也提高了 各方面到处冒泡 那内部当然你看到没有 今天他的失踪权会开不了 从这个 从这最近半年来的大佬的发言 你看到整个国庆日的 就国庆节 看到他们出现的李瑞环这些人 对不对 文家宝 文家宝李瑞环都有目的的嘛 你知道李瑞环是主张什么吗 李瑞环在 李瑞环的主张 主张集体领导 集体领导 所以李瑞环的出面 代表了集体领导的概念出现了嘛 他新的文字 新的论述开始在编嘛 所以目前你看到 很多中共的宣传里面 习近平的三个字 已经慢慢慢慢逐渐的开始慢慢慢慢的减少 真的 减少 这是一个趋势在发展 对 我讲的意思 并不是说明天就习近平不见了 不会 他就不会了 他这个东西 他还是他有他一个规则在运行中 所以那薄瓜瓜当然就感受到 他比我们更清楚的知道 中南海的那个水 最深处的水深的地方的变化嘛 对 因为他毕竟他们家是直接接触到的嘛 不管他父亲母亲现在在哪里 他跟红二代红三代的直接联系的关系 非常密切啊 对 他当然知道现在是处境到底在哪里 他可以说什么话 现在可以写什么文字 所以才有这个文章出来 这个文章的反面来看的话 就是他有线嘛 他内部有线索 才驱动他写这个东西 而且他在写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替他爸妈给漂白呢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现在讲 他现在他在指振他爸爸的错误 比如唱红打黑 他讲一个关键话 他们家族是文革的受害者 所以非常讨厌文革 他绝对不会支持这个文革的做法 所以可是呢 他爸爸因为看到重庆实在太糟糕了 而在重庆整顿黑道情况之下 不得不去唱红 他把他的正当性转成这个样子 那搞过头了 他承不承认 他承认了 他说我爸爸这个事情做错了吧 他把他爸爸错误的三件事情 一点一点一点写来这边给大家看 他把他爸爸认错 所以他爸爸如果认错的话 坦白从关抗拒从严 那有没有机会 那他爸爸付出 我问你很简单 邓小平都垮了几次 垮三次 所以中共的领导人或是垮下来 再付出这个常常有的事情 这个如果薄熙来 如果有一天再回到中央当领导这个事情 也不会意外 真的假的 不会意外嘛 很简单 我现在问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现在问你 所有现在中共的现在常委会 所有的常委里面 哪一个人是这个所谓的 哪个人是红二代红三代的 有没有 没有了 一个都没有嘛 共产党讲一句最重要的话 什么话你知道吧 这个江山是谁打的啊 共产党打的 红色的江山啊 红色的江山 老子英雄而好汉嘛 他讲到根正苗红嘛 为什么薄瓜瓜今天敢写这个东西 老子告诉你 我是红三代 他是苗红 他是正统的 他们强调 他们不是像我们要强调投票的 他不是 他的血统 他告诉你说 我是共产党的正统的血统 我是红色血统 红色血统是红色的江山 这个江山不能丢嘛 他们现在所有的人谈都谈江山不能丢的概念 是红色的江山 那习接这个江山 就是把红色的江山重新整对好 那现在习看起来情况不行了嘛 对 现在中美问题出来了嘛 然后各地都出问题 那中国内部现在出大问题了嘛 那这个经济垮掉是事实 都不要吹牛 到了这个川普上来 会更惨 这只有更坏 没有最坏 那这怎么办 这个场面要收拾啊 不是说他一直烂下去啊 那怎么办 那当然有可能就会变成 从个人领导 转成集体领导 所以李瑞环就出来了 对 李瑞环的论述 当年提出来的论述 会变成明天开始的可能的论述 那这个论述的话就回到集体领导 这也是习近平的自保 那不见得 不是不谈个人 现在传领导方式改变的话 元老派就有可能出来协助习近平 这个说法可不可以 可以 对 那这个大家都比较温和一点 就大家来共同来共赴国烂嘛 就会变成一个新的概念 还回到集体领导嘛 那集体领导的时候 那在这个里面 有没有可能 这个什么博瓜瓜他们家 薄熙来有可能也被征召出来 共赴国烂 对 这可能就是存在的 因为毕竟到了 到了现在习二 到了共产 所谓的这个红二代的人嘛 已经凋零了嘛 还在这个身强体壮 还能够出来 替国家做事的对象 并不是很多 所以薄熙来有可能是一个角色 好的 现在也看到一条新闻是 现在当川普上任了以后 刚才讲墨西哥的总统 加拿大的总统 很多东西跟他通过电话了 跟他有矛盾的 也都赶快再跟他解释了 只有一个人 他说只有一个人 还没有跟川普通过电话 那就是习近平 把人家大理说 习近平架子在里面 当然不是 为什么 因为现在习近平面对到 刚刚聊到的内忧外患 包括他军中 到底有没有办法 实质控制的隐忧 以及甚至连 他最清醒的蔡奇 儿子都出事情 所以内部的纷扰 已经让他搞不定了 而外部川普这个威胁 是直取他的命门 为什么 因为当这个关税 这一旦提高起来 现在中国所有的经济成长动能 仰赖的就只有一件事情 出口 那你出口一定挂点嘛 所以他现在不是不处理 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你川普到底要打什么牌 我现在根本摸不清楚底细的时候 我连抬我都不知道 怎么跟你抬 为什么不知道底细 因为他今天出了一个大招 出什么大招 他就把纳瓦罗找出来了 纳瓦罗是等于说 川普身边里面 对中国最敌意的 他出过三本书 美中开战的极点 这个所谓的致命中国 中国的战争即将到来 全部都鉴止中国 而且在纳瓦罗在第一次认识的时候 整个贸易战就是他展开的 甚至针对这个 不管是关税的提高 或是针对脑线 甚至华为 所有的东西 都是纳瓦罗开始的 因为当川普亮出纳瓦罗这张牌的时候 他等于在宣告 这是他对中的中国杀手 为什么 这三本你如果加总起来呢 他可以叫做什么 抗中圣经 我就跟我讲 比如说我们就以致命中国这本书 Death by China 这本书来讲就好了 他的时候是在2011年 这时候写到的 但2011年写到的时候 他已经完整预测到 就是说现在呢 中国可能采取的策略 包括这些所谓的倾销 甚至包括所谓的汇率战 以及中国可能会有这种问题的商品 以及跟美国之间这种战役 也就是你偷窃我们美国的智慧财产 而且你大量的倾销 你偷我美国的工作 偷我美国的知识 偷我美国所有的一切 对所以你看川普怎么去形容纳瓦罗 他说我呢 在我的首个任期呢 我只有两个重要任务 第一个呢叫做买美国货 第二个呢叫做雇佣美国人 只有纳瓦罗做到底 只有他符合我的要求 只有他最让我满意 而且你知道吗 他在那本书里面写的多详细呢 因为距离现在其实已经14年了 他的时候就讲说 中国会干嘛呢 他会开始把一些 大量的这种垃圾产品 比如说苹果汁啊 他说苹果汁 然后比如说米啊 他说本来跟你说他怎么形容 他说这个米哦 中国会怎么卖呢 他都卖假米 然后那个假米就把一些马铃薯啊 红薯啊 全部呢包装成这种 塑咖米 然后卖到这边 所以会造成我们食安上的问题 那我请问一下 法律哥 现在中国的清销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的拼多多 是不是确实有造成食安的疑虑 有耶 而且还有什么 他说还有塑胶制产品 他说他们这些塑胶 都会有些致癌 甚至他们的石膏 会让我们人生病 结果 不好意思 我们最近讲的天姆 不就是在形容这件事情吗 所以他们讲说他根本是一元家 所以纳瓦罗对中国的产业 对纳瓦罗对中国的商业行为 是有仔细研究的 对 而且他是预言 等于说他预言到这件事情 再来他对中的鹰派中的鹰派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任内 你要知道 纳瓦罗那个时候曾经 他不是第一次担任贸易顾问 他那个时候呢 叫做贸易办公室主任 但川普就是现在的贸易顾问的意思 他那时候当时 他第一任就担任这个角色 而且不好意思 你知道他在任内他多可怕吗 多可怕 他对中国的制裁是史上最高 他们讲过去16年间 就是在纳瓦罗16年间 跟他自己上任所列的这种实体的清单 禁止清单比对到的话 不好意思 他的任内是过去16年的4倍 关于是他把中国的企业 打得我们讲的体无完肤 过去16年的4倍 对而且你知道吗 他也创造了未来 16年是连任的两个总统 对从八年加八年都比不上他 他是足足超化十倍 也就是从小步兮一直到 多巴马两任都没有他一任多 而且宝贾哥我跟你讲 基本上抗中这个贸易战的策略 就是从纳瓦罗开始的 为什么 因为后续你说拜登接手之后呢 也只有真 没有减 因为拜登也是继续跟随这个政策 然后呢持续的提供实体清单 四项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是不是讲 华为是受害最惨的一个单位 不好意思 华为那个时候就是由他开始提起的 他在他任内 就是纳瓦罗选上华为的 对你知道他的报告写了几次吗 他写了194次 华为必须倒 他就不断地在这针对华为 华为必须倒写了194次 对 那你知道他对于我们讲的 中国看到这个人绝对会摄摄发抖 所以川普到现在为止 为什么跟我们讲 习近平明明应该要去跟他应对吧 但都还没有应对 而且我跟讲不只是这样子 过去纳瓦罗最讲究的是什么 忠诚度 宝贝哥你知道吗 纳瓦罗曾经为了川普被抓去关注 那时候就是在讨论说 国会山庄是不是有我们讲的 相关的这种暴动的问题 然后要传他出阵 国会要传他 他就说我不知道 我拒绝 他四个月 他就为了川普被关四个月 而且一出来之后呢 马上去我们讲的 共和党的这个大会上 所以你想想看 当这样子一个雷铃风行 甚至川普的雷霆手段 对中贸易来讲 打最凶的人 他上台 因为他不只是对中国打而已 他对美国自己打 所以难怪其实纪明到现在 不知道怎么去跟川普对话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你的底牌是多少 他不知道说 你到底要什么 你是跟我玩假球呢 只是讲说贸易战 是要跟我换东西呢 还是你真的疯了 因为我看到纳瓦罗 我不知道啊 因为你有可能真的 跟我关税下去 跟我打到底啊 那你一旦关税 因为其实纳瓦罗曾经 他在书中也有写到 中国这种倾销战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就是我必须要把汇率 压到非常低 如果这些项目 通通都被纳了 我一举肩面的话 中国的经济 恐怕完全没有未来 我们现在都可以感觉到 说中国有一种斗争的气息 而这个斗争的气息 感觉上有那种 山羽越来的味道 可在这个山羽越来的味道之后 有一篇文章 现在被大幅地点阅 在大幅地传播 什么文章 就是当时南华早报 有讲了一个 中国最高领导人 在和战的时候 他要在哪里躲下 要在哪里取得生存 就是西山地宝 那你的西山地宝 在这个时候打出来 难道中美要和战了吗 保洁哥 南华早报在刊登的这篇文章 是大概讲说 中国的领导人 在发生和战的时候 为了防范这个和报 他要躲起来的 这样一个地下的这个碉堡 就是西山地宝 而这篇文章 吸引了很多人去点阅 那其实这个西山地宝的重要性 要和战了吗 不是和战而已 上来要和战了吗 虽然美国一直很想攻这个地方 也想要找出它的这个弱点 但是呢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是中共在发生一些重大的领导人的这个争斗的时候呢 如果你要保住你自己的生命 和一线生机 这也是你尝力之处最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这个西山地宝 我不是在躲核爆 我这个西山地宝 也是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我的安神之处 就拿 习近平在还没有正式扶上位 当上中国国家主席 跟中共领导人总书记之前 在2012年的时候 当时薄熙一来发生的这个王立军 和周永康 他们要按杀习近平的事件 然后呢 当时胡温为了保住习近平 距离18大 距离当时他们要开会之前 18大开会之前两个月 把习近平就是尝力在这个西山地宝 这个西山通道 让他消失在公众的眼线之下 所以我们当时讲 习近平当时消失了两个礼拜 他消失了两个礼拜 是躲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没有中央军委主席 亲自批准下令 你还不能随便进来 所以胡锦涛传闻 当时就是把习近平藏在这边 而刚刚我讲的是充满了 这个斗争的地方 所以刚才讲的 原来现在这个西山地宝 这个西山通道被弄出来 他不是因为核爆 而是现在大家敏感觉得说 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斗争 正在进行 而这个政治斗争的最后趋处 难道就是西山地宝吗 所以这个就很诡异 因为习近平最近这一段时间 你看到 从前外交部长秦刚 到这个中国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 先后被斩被拔 然后习近平在这个解放军里面 其他的这些所安排的人马 包括国防部长董军 火箭军司令王后兵 和东部战军司令 林向阳 跟武警司令王春林 不是被抓的被抓 自杀的自杀 被调查的就被调查 所以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 南花早报那一篇 北京秘密通道 看起来好像表面上是说 防核报中国版的末日地宝 但是背后的政治意义 简直不言可遇 所以就是你们长期观察 中国政治的 当这个西山地宝 被拿出来的时候 就知道要出大事了 而且不太出大事了 我个人最好奇是 火瓜瓜消失多久了 而且整个家族 都已经销声匿迹了 结果现在第一个 非常高调在台湾办婚礼 在台湾办婚礼之后 去帮他爸妈来洗刷安冤区 说他爸妈忍辱负重 为大局着想 现在又去讲说 我跟习近平两家没有过节 大家都知道 你家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当年 要跟习近平夺权 怎么会说 你现在习博两家没有过节 当年这个跟习近平 发生争斗了这个薄熙来 周永康事件的 这样一个西山地宝 跟薄熙来有关 无巧不巧 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 11月23号来到了台湾 在新竹南园举行婚礼 说要低调 其实看起来 又好像没有那么低调 因为还是吸引了大批的媒体去采访 然后你可以看到 不到一个礼拜 在11月27号 就有人把他们这个婚礼当中的影片 给释出来了 而且到了一个礼拜之后 也就是12月5号 他又在网路上po文 突然有提到说 这个薄瓜瓜罕见的在网路上 除了描述他父母亲 帮他父母亲去洗白 喊冤 还提到说薄熙两家 并没有恩怨 然后包括他的爷爷 在这个过去 这个祖父辈 有人过世的时候 还会去送这个晚年 然后在里面提到两家的这个关系 然后而且是有人 从中挑拨 那他爸爸跟妈妈入狱 也跟习近平无关 特别会提到这一段 大家就觉得说 怎么回事啊 薄瓜瓜你是无风不起浪 还是事出必有因 怎么在这个节骨眼 敏感的12月5号的时候 竟然po这个网路长文 而且第五段 还特别提到薄熙两家的关系 好那刚刚讲到 现在这个西山通道 被弄出来了以后 刚刚讲 现在这个西山通道 就在这个位置 就在西山这个位置 就在太行山这个位置 这个是中南海 他是直通在中南海 等于说是有一条地道 直接通进来的 是的 西山立宝 又是西山通道 它其实是在北京西郊的 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区的 这个下面 上面还有很大的一个 这个石牌 上面写着 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下面竟然有 深达两公里 甚至超过2000公尺 大概2200公尺 可以跟世界上 最深的鲁伯雅拉洞穴 去比较了 最深的一个世界上 防核爆的 这样的一个地堡洞穴 现在也成为 中共解放军的 中央联合指挥作战中心 解放军的大脑 现在就放在这里 那也可以说是 北京版的 这个恒山指挥所 在里面 也是依山而建 那北京当年 在第一条地铁 一号线的时候 从天安门 人民大会堂 一直到这个 这个国防部 然后往这个方向 就是有军事通道的功能 可以直通这边 距离北京市中心 只有20公里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说 西山地堡 它的这个地处 这个深山当中 又在这个地下 碉堡的位置 它的这个花岗岩 石灰园的这个厚度 有探勘 根据他们探勘回报之后 大概是在平均厚度到500到1000公尺 然后后来他们就加固了钢筋混泥的水泥 这个混泥土 大概也加固到300到500公尺 所以他们扬言说 不怕美军就算是 GB57GB28 那种砖地弹 地下核弹 地宝 也足够防核爆的这个攻击 因为它在里面 从1950年代 就开始陆陆续续 几十年代 不断的在那边修建 然后甚至传闻说 北京当年 在满清时期 乾隆皇帝当时 有人发现了这个小洞的之后 本来要开枣 开枣 里面挖看看是什么地方 后来乾隆怕之后 这个是影响 这个整个满清的龙月 下令 把洞封起来 你不准碰 那时候古代嘛 后来封起来之后 没想到到了近代 中共建政之后呢 他们发现这个地方 可以像前苏联 像美国一样 开始建地下的这个基地 就开始成就了这个 领导人 只有中央军委主席 才有资格下令 可以进去的一个地方 好 那刚刚讲到 这个关键时间 就在2012年的9月 当时9月15号之前 你说从9月初 习近平就消失了 习近平消失了以后 在出现的过程里面 原来当时是整个 中国政治斗争 最严重的地方 而且我们当时来讲 整个长安大街 连坦克都上去了 当时在说 当时周永康是动用了武警 等于说进行了一场政变 为了要保护习近平 就把他放在西山通道里面 是的 当时在2012年 18大召开之前两个月 本来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那一年 美国的国务卿是 克林顿老婆希腊委在当 本来他到中国来访问 习近平要接待他的 都是安排好的预化行程 结果习近平居然是消失了 他就取消 要跟这个希腊委会面 然后后来消失了一段时间 后来就传出来消息说 周永康似乎在密谋要策划 要暗杀这个习近平 尤其是在薄熙来跟王力军的事件 闹翻了之后呢 周永康人马为了自保 而且要拉下当时被视为储君的 这个习近平 储心几率想要这个除掉他 而且如果你看到当时的照片 有一个非常鬼的状况 导播我们看这张照片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怪异的地方 你有发现习近平当时 他的右手是非常正常的 右手来活动 你发现他的左手 他的左手非常的诡异 而且他在走路时 他的左手完全没有摆动的 他的左手好像已经被废掉 当时讲说 左手好像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所以后来当时大家就想说 他是怎么了 身体健康受到的影响 而且他那一段时间到底去了哪里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当时胡锦涛跟温家宝 为了保住习近平 竟然秘密把他藏到了 只有中央军委主席 当时胡锦涛才有资格 让谁进去 谁不能进去 因为那里面有中央警卫团的 这个人保护 等于就是保护总书记 跟中央军委主席的这个部队 禁卫军就在那边 滴水不漏的防护 所以就把习近平藏到了 这个西山地堡 这个通道里面 好 听会 刚才讲的 在2012年的时候 你当时就在北京 当时真的风不欲来的味道吗 另外就刚才讲到 今天如果真的讲到了 所谓的西山隧道 要说中国有一场的战争 正在酝酿当中吗 对 因为当年 2012年9月的时候 我刚好到北京大学去开会 那北京大学里面很多学者 其实因为当下来讲的话 希拉伟本来是要见习近平的 结果那么大的一个官 就是希拉伟他是美国国务卿 那习近平到底 他是因为副国家主席 他接见的这个行程 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结果竟然没有出现 然后就说背痛 或怎么样 结果人就不见 消失不见 所以那两个礼拜 其实北京非常紧张 紧张原因在哪里 这个王储不见 那因为薄熙来 已经当时被抓起来了 但是到了9月的时候 其实习近平到底是谁 要谋害他或者怎么样 因为到处风声鹤唳 说钟永康 但是因为钟永康 他本身来讲 他是政法委 政法委他只 是掌握什么公安的部门 或是政法部门 那军队是由胡锦涛掌控的 所以刚好如果说把他安排在西山地堡来讲的话 这是合理的 因为那个地方只有军委会主席才有办法开那个地方 后来呢 因为我在9月十几号的时候 我记得印象深刻 就坐在餐桌上面 中国大陆的这些所有学者 人民大学的 政法大学的那些学者 拿出手机来看说 习近平出来了 非常开心 高兴喝彩 然后认为说 这个 意思是说好像政变已经结束了 这已经结束了 终于可以稳定大局的概念了 然后后来这个开了18大之后 那正式就是让习近平能够上位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说在那一段期间风声鹤唳 9月的时候 其实习近平有可能连小命不保 那如果说习近平小命不保的话 那薄熙来是被抓起来 但是并没有处死 他有可能被放出来 或是因为周永康的这个叛变 或怎么样之类的 把这些人全部再放出来之后 可能上位的就是薄熙来 所以最近来讲 这个薄瓜瓜 讲的这些东西 因为在这影片里面 只有薄熙来是跟这个描红 我们刚才讲 你今天要当中国的领导人 你的血统一定要非常的纯正 所以你就算在其他人的话 你无法取代他 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微妙的是 薄瓜瓜不是只有在台湾结婚的时候 为他的爸爸教训 不只有在台湾结婚的时候说 他的爸妈是忍辱负重 为人民为大局牺牲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现在又讲 他居然讲说 我的爸妈薄习两家 不曾有过节 而且还讲说 我的爸爸早就表态 要全力的来帮助习近平 我爸妈的入狱 跟他完全都没有关系 后来他讲了一句话 你讲你都已经安静那么久了 你都没有讲话了 他好像预言又只讲 不管大家信不信 以后慢慢说 代表薄瓜瓜还有很多话要说 为什么他有很多话要说 因为很多秘密 很多必须要解密的东西 他都没有讲出来 他要出来讲话了 而且我发现到他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段的时候就已经暗藏他的未来 可能要讲更多事情了 第一件事情 他说这12年来 他们都没讲话 但是他讲的是我们都没讲话 请问他是一个人跑到海外去 怎么会是我们呢 他后面代表说是一个集团 他不是一个他一个人而已 什么叫我们 是我们都没讲话 我们在12年来没讲话 那现在我们要 因为面对到结婚的事情 然后要出来讲话 而且再一件事情 他说习以为常 习近平当然就担任常委了 所以这习以为常 他用了这一句话 后面那一段的 后面再刮话说 我是小学中文程度 希望大家能够见谅 小学程度 大家耳熟能详 这个习近平被说 是小学程度而已 所以到底说 这当中来讲 有很多去褒贬习近平的一些话语 但是呢 所以我在最后虽然讲说 我薄习两家不曾有过节 我的家早就表态要全力助资 而且我两家里面交好是说 等于我们之间 两家交不是一代交情 是三代交情 其实我一开始讲 第一个 我们所有当事人 然后呢 刚刚讲到的 小学中文水平 这是暗示习近平的 等于说是 中间还有一个本来以为习以为常 这东西都是暗暗指习近平 那一个薄瓜瓜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那背后一定有人在教他嘛 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啊 这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有人在教他怎么写这个东西啊 而且到最后他讲说 未来慢慢说 为什么要慢慢说 有太多东西可能一个一个爆料出来 而且这可能就刚好又面临到习近平 现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之下 所以要慢慢凝迟他 慢慢说 这才是一个重点啊 所以你大家现在讲的信不信 随意以后再慢慢说 我还有更多东西要讲 是啊 所以我们知道说 在当年的这个斗争非常恶劣 但是这种恶劣的情况 到现在完全没改变 现在薄瓜瓜出来讲这些话 我都认为背后真的有一个集团 在猝死他 而且呢 在怂恿他 而且这件事情可能跟接下来 包含我们看到中国内部 现在的所有的政治斗争 都是有关系的 不知道我们常常讲 中国是一个枪杆子出政权的这个国家 他很清楚 我任何要掌权 一定要把枪杆子牢牢抓住 而牢牢抓住 最近刚刚讲 从金融时报讲 国防部长董军居然中间下马 中间下马之后他讲 没有 中间下马的是苗华 可是刚刚讲的 苗华跟习近平的关系更密切 而且出去 他说他被抓的那个状况 非常不堪 是直接被戴上头盗 公开的带走 而且后来苗华一系列的人 全部被清算 现在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出问题了吗 对 我们在这个新闻非常有意思 现在整个澄清下来 就是说跟董军无关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当时是金融时报报董军 那金融时报为什么 他既然知道董军 他知不知道是苗华 当然知道 当然知道 那为什么不讲苗华 讲董军 故意的嘛 故意报董军嘛 然后这中间就是 谁提供消息来源 给金融时报 但是金融时报的消息来源 他讲是美方的知情人士提供 你相不相信 不相信 大家说不相信 当然是中方的高层丢东西出来 丢东西出来 你看金融时报有个很特殊的角色 就是说不管是东方西方 美方哪一地 重要的国家的重要的新闻 他很非常中心的会突然间 爆出一个东西出来 绑消息用的 非常非常很有 用公信力非常有力量 好 这第一个我来解释一下 第二个 主要澄清董军这个消息 国防部开记者会 对 来谈发布谁的新闻 苗华 要讲苗华 国防部啊 这个吴谦讲的啊 对 吴谦公开来讲说明 苗华违气的事情吗 对 那我先问你 他讲军委 政治工作部主任 上将主任苗华 涉嫌严重违气 经党中央研究决定 对苗华停止检查 好 那苗华是 这个军委会的政治部主任 对不对 对 那政治部主任 基本上他就等于是 就是副委 就是这个叫做 副国级 副国级的人事的异动 会由一个国防部的发言人来发表 不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不合理嘛 一点道理都没有嘛 对不对 你去想看 怎么会有一个国台办的发言人 对 去谈一个政协的副主席 可能这样子吗 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子做 为什么 很简单嘛 那就是有人要帮董军洗刷这件事情 因为董军是国防部老板是谁啊 是董军嘛 给董军一个机会来澄清他没有倒 他而且跟描划切割 这个描划是描划 对 董军是董军 为什么 我董军说你 说你垮了 所以是故意放消息给金融时报 说董军垮了 其实是放消息给金融时报 让董军有机会切割的 不一定 就这个 因为金融时报放前面 国防部消息在后面 然后国防部的消息 摆明了就是要切割描划 对不对 我们现在很澄清了 然后第二段 那董军会不会垮 不一定 不一定 但不见得跟描划这档事直接连结 因为现在陆陆续续已经垮了七八个了 对 我们不要一一来算了 我们也不要记得 垮了七八个 七八个 不是那个林向阳 东部战区是最重要的啊 他干什么 他打台湾的 这个我们比较关心 东部战区是明亮 是在门打台湾的 他垮掉了 就是他自杀了 对 所以这些东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是很严重 为什么会垮 好那再谈 那第三件事情 苗华有关的垮台了吗 对 为什么苗华的波局会那么大 他是政治部主任 从毛泽东的时代的惯例 政治部主任 军委会政治部主任管什么 你知道吗 管人事安排 人事调动 对 少将以上 通通都要他批准 那这几年 他在2017年到海军政治部主任 到现在 他是陆军调过去的 他搞了一堆人上来当将军 那这些通通要走 现在都要七八个了嘛 后面还会谁 所以我刚刚提到 另外一个问题 到底是习近平下手 还是习近平以外的力量下手 对 不知道 现在看不出来 那这个事情绝对不是贪污 就四千万人民币 对 合理吗 合理 笑话嘛 根本不可能有个 中央解放军的上将贪污四千块 四千万人民币 然后被逮 然后更加点 你刚刚讲了嘛 戴黑头套 对戴头套 为什么 给他展开 大家看 不是给他展开 他会无所谓 他被抓了就难看了难看 他要给他军中大愿嘛 游街示众 就让你所有的军中的人 通通知道 苗花被抓了 好了吧 该自杀该跑路 该自己给他看一看的 这就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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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嘛 所以这个里面的一个大的斗争 确实在发生中 而且你看运用到 新荣时报这个媒体来干 对 然后这后续还在搞 我刚才讲了三四种的模式 在发生中 我们不知道是哪一种 但是你不要急 慢慢看 因为这个很简单嘛 他四中全会已经不开了嘛 因为到现在十二月了 不可能开了 他现在最重要的是 中央经济主导 中央经济会议 十二月底会开嘛 开完之后 他明年的 一定要开他的 十七岗 明年他的 他的党全代会一定要开 那时候的人事变化 会有非常大的 这个 这个不光解放军 就会有解放军 涉及到以外的 常委的人事变化的可能性 所以提问 如果这在我们这两个礼拜 我们全台湾欢迎苦舞的时候 我们快高兴 我们的棒球 居然拿到十二强怪剧 结果 他居然这样子 居然这样子 等于说风云变色 台湾棒球很热闹 那中国大陆的政治也更加热闹 你知道在这几个礼拜当中 其实发生过很多事情 包含他的解放军的将领 被抓的事情 表华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 王后兵 王后兵 火箭军司令才快快上去 结果也被抓了 但是更加让大家怀疑的说 为什么最近 柏瓜瓜到台湾来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婚宴 你就觉得很奇怪 很纳闷 第一件事情 你在国安会待过 你也常去做这个战略思考 你现在回头过来看 你看着整个局 最微妙是柏瓜 柏瓜瓜跑来台湾结婚 不用回头过来看 当下当天的新闻 就觉得非常纳闷 第一件事情 柏瓜瓜这个家族 基本上是被斗争的家族 对 照道理讲 你在海外来讲的话 你在加拿大 你就好好过生活吧 不然的话 到时候中共派什么特务 会被抓起来的 对不对 这个基本上 你看这个金正恩的哥哥 就被暗杀了 难道这个小孩子 在海外不会被暗杀吗 所以这件事情 非常奇特 说他干嘛那么高调 他怎么赶出来 对 干嘛赶出来 然后特别又来台湾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奇妙 你说来台湾很快 对 然后再来一件事情 好了 按照我们台湾人的一个说法 女方来讲的话 已经结婚了 对不对 我们来办龟宁 对不对 办龟宁可以 那你为什么不在罗东办 你怎么会跑到新竹去办 对不对 而且是选择南园 南园大家都去过 大家有些人都去过 我也去过 我去到里面去的时候 其实里面有一个叫 国宴厅 国宴厅是什么 在屋檐底下的 也就是说他在室内的 按照我们维安的作法 基本上来讲的话 那个出入口越单纯越好 因为怕有些杂七杂八的人 混进来的时候 给你暗杀 或是给你怎么样 所以如果是在室内举办 我认为是合理 但问题是 为什么客艺在外面 再搭个盆子呢 而且搭个盆子是什么 就是透明的 透明的塑胶的屋檐 什么意思呢 客艺也要让人家看到嘛 而不是说自己 密闭在一个空间里面嘛 这是一个维安上面 特别很奇特的事情 事实上他也不是因为维安 事实上也就要让大家知道说 他在办婚礼 他在那里讲什么话 他在那里让人家拍到他的画面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我们看到 他从中午开始一直到晚上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白天呢 那白天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楚啊 你事实上可以办晚上就好了 你要干这个通宵打旦 过夜都可以 重点在于说 如果你真的要低调 你根本就不会让他公布出来 而且刚才讲是同一家媒体 同一家媒体的这个所谓的男员 再加上后来所有东西 都跟这个媒体有关 大家就会觉得 这在搞什么 是啊 重点是说 他又讲到说 他爸爸妈妈是为了雇权大局 什么叫雇权大局 那当年我们看一下 2018年的时候 18大的时候 2012年 2012年18大的时候 他们有三股势力正在斗争啊 准备要夺权啊 第一股就是习近平嘛 第二股就是李克强嘛 第三股就是薄熙来嘛 那胡温体制啊 为什么你看到国庆之前 习近平要把温家宝请出来 当年斗掉这个薄熙来的就是胡跟温 而不让李克强团派的上位的就是江泽民 所以大家认为说习近平无害 有习近平上去嘛 习近平上去之后 现在呢 我们看到薄熙来 他现在是被放出来了 放出来了 他是软禁而已 他不是在行程监狱吗 行程监狱但是呢 没有住在里面 他是到外面别墅也好 或什么 软禁他而已哦 那你想想看哦 他现在目前是75岁 邓小平当时被毛泽东斗了之后 后来用了华国锋去斗四人帮 用这个四人帮被斗倒之后 邓小平在这斗华国锋 邓小平那时候几岁 70多岁而已 70出头而已 什么意思呢 人生70才开始 在共产党内来讲 他不断地斗争 不断地斗争 在斗争的情况之下 现在习近平是不敢动薄熙来的 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同辈的 他不敢动薄熙来 李克强是离奇的死亡啊 李克强现在这股事实力不见了 那请问团派会不会跟非习近平的红二代集结 会 会来斗垮习近平 会这样吗 也就是在海外的红二派 跟内部的团派 跟所谓的太子党的这些人 可能都在集结当中 否则不会有薄瓜瓜跑到台湾来 干这件事情的一个迹象 所以这件事情在我看来 所以习近平是来台湾吹号角的 当然了 因为习近平斗不了台湾啊 台湾后面现在目前是美国在顶着啊 所以他是用这一招的方式来讲的话 你说你跑到日本跑到韩国 这些基本上对中国来讲 还比较客气一点 台湾是不可能对习近平客气的嘛 所以跑到台湾来理所当然 而且是高调的在举行婚礼 这就非常非常不寻常了 一开始讲我非常低调的 我不要让人家知道了 可是搞了半天 影片也出来了 我也被帮帮我爸爸申冤了 该丢的我都丢了 是啊 所以这些话谁教他讲的 这一定是背后有一个集团 那个集团是什么 当然在美加地区的这些所谓的红二代 都是一直希望习近平下来的 而现在美国从共和党 现在川普要上台不是吗 川普的最后任期在搞什么 就是划分中国共产党 跟中国跟习近平三角关系 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随时哪一个都可以拿掉的 你说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在整个美国FBI 或者他这样 国家情报局有一个最长的电文 最长的电文就讲 我们要对付的是习近平 不是中国共产党 所以习近平拉下来 可以可接受 为什么共产党如果还存在的话 这些红二代都会支持 另一个新军 另一个王储又该如何呢 所以对伯伯拉来台湾来讲 是有政治讯号在里面的 刚才讲到 其实伯伯拉这几年 你会发现他非常低调 根本没有在公开场合 而且刚才讲 他在加拿大的那个公司 是跟中国非常好的公司 你如果这么高调 你不担心你没工作吗 你不担心你不被对付吗 刚才讲中国是狠狠的 我今天在海外 我真的把你绑架 我真的要知道你怎样都可以 他怎么敢来台湾这样子 那你的时间点又刚好 跟解放军的军头 一个一个中见弱见下嘛 保理哥你问他怎么敢 那只有一种答案嘛 他有底气嘛 那问题现在是来说 现在是谁给薄瓜瓜这个底气 说我来台湾吹响号角 我来台湾大张旗鼓的去宣言 而且讲出那四个字 我们讲他是讲说 他替他过去他父母的那种事情 做平反 他为什么敢讲这些话 因为理由很简单 其实从这到底 你要回归到现在习近平身边 他出现一个非常重大的领导危机 保理我问一件事情好了 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描划 描划这件事情 到底是贪污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当然政治问题 对嘛 刚不都讲那四千万对他们来讲 根本piece of cake嘛 对嘛 所以描划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定调是政治问题 那你就要一个一个看 因为根本不值描划 最近还有一个人 也莫名其妙消失了 那个人是谁 一样习近平的亲信 叫王春宁 王春宁管什么你知道吗 管军警的 就是说他身边的禁卫队 如果第一时间 有任何违案动荡的话 必须要来保护习近平嘛 你就现在的武警司令 对 刚才讲武警司令是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外 最大的军事力量 当时刚才讲呢 去包围这个大使馆的时候 是武警跟解放军 两边要对干的耶 保理哥比军事力还有用 你知道什么吗 他可以勤王 也就是说当今天国内有动荡 任何危机的时候 请问一下军队帮不帮上忙 没办法 一定是武警第一时间 当然 就武警消失了嘛 武警是九门提督耶 对 就王春宁不见了 人间蒸发 再来一个林向阳 各位你知道林向阳跟苗花 所以你说刚才讲的 其实更关键的刚才讲 就是这个武警司令王春宁 这个王春宁 不见了 对 好 那第一个嘛 习近平秦王的部队已经被拔掉了 被卸甲了嘛 再第二个 林向阳他什么身份 林向阳跟苗花在港匡呢 港匡啊 当时福建帮了嘛 两个一抹抹抹嘛 所以林向阳他才会 我们刚才一直想到说 为什么亲生了 因为他知道已经索命福 早上自己了嘛 看到苗花倒的时候就是他了嘛 而且刚才讲 东区司令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而且刚才讲 你今天如果真的要犯台 你调动所有的部队 就是东区战区司令负责的 而且保险哥你知道 洗脸洗澳多难看吗 习近平十月份的时候 其实就有去到福建去视察 结果你知道 去到福建视察的时候 谁没出现吗 林向阳该到 整个人就人间蒸发了 就现场完全没有任何人 就全部都不是习近平的人 然后就这样 老脆 就这样给他难看 而且我讲不只是讲到林向阳而已 我讲现在习近平最主要几个边 比如说我们讲军委会嘛 原本是董军他应该要进去嘛 结果卡了四个月 保险哥后来也没有让他进去 没有啦 那苗花是不是也倒了 对啊 对不对 那我请问一下 现在军委会都是谁的人 习近平只剩谁 我一个习近平嘛 对不对 另外一个何卫东嘛 那其他人是我的人吗 不是吗 都不是我的人啊 你就说哎呀 刘正丽 刘正丽也算啊 我讲刘正丽不算 你知道什么吗 刘正丽跟我们讲张又霞 那个是我们讲的 他们是有同袍情谊的 他是他的救赎长官 所以当时原本第一时间点 应该是要让刘正丽 去当那个国防部长了吗 难怪刚才讲的 姚才也就是在海外里面 对中国军事非常了解的 他居然讲 中国中央军委已经瘫痪了 对 那为什么 谁要让他瘫痪嘛 我们再回归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习近平所有的 现在等于是军权 一道一道一道被歇下来 军火卫也停摆了 那背后就只有一个人 有办法跟他在抗衡啊 就张又霞啊 只有张又霞 有这个实际去跟他抗衡吗 因为各位保际哥们 你不要忘了哦 当时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 2012 2013的时候 要来找黑树摊大清洗 谁帮他当这个筷子手的 不就是张又霞 那时候他帮他大动作 一刀一刀切吗 结果后来习近平做了一个动作 我跟你讲 这是他自己找到的麻烦 他是不是要动李尚服 魏凤和挂了之后 他说要再动李尚服 那请问一下李尚服是谁的人马 是张又霞的 张又霞的人马嘛 那时候他动李尚服的时候 我跟你讲 不是只要动李尚服而已 他是我们讲的 已经最后工程 等到他像刘邦一样 我这个工程呢 已经工程生退的时候 我要干嘛 我要把他给宰了嘛 我要把他给杀了 鸟进工厂 对嘛 鸟进工厂 我是要借由李尚服来去斗张又霞 所以你后来看到发现说 从那一刻开始 张又霞这整个派系开始 对习近平开始反向进行什么 其实我讲不是斗争 他自保嘛 但你唯一能够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 在这一回 不管说到底因果是什么 习近平啊手把啊输了嘛 他在这个斗争里面 他占据下风了嘛 否则你要去怎么解释 什么薄瓜瓜这些 我们讲其他的原本都已经边缘化 已经是过去的残余涅党 他敢来台湾讲这个话 突然间开始大鸣大放 因为理由很简单 现在这些事情像都只证明一件事情 习近平的领导危机 特别是在军方上出现大问题 因为 这我们讲的 中国的这个动荡 刚刚讲的 他现在路上已经有一些随机杀人了 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人 这个集中的 把整个路给占掉 我就是要讨薪 你根本不用讲 我很多的烂尾龙 很多人的无助 很多的一辈子的薪水 就这样子复制东流 那你说那都有小事 真正动摇国本 那个根基 是他的解放军 没有想到 他现在解放军都出事了 他现在连他的国防部长董军 他现在的总裁本部的 这个所谓的描划 甚至他的东部战军司令 现在一个一个的总舰落马了 是啊 这个军委会到底不知道怎么办了 因为里面来讲 包含他自己的子弟兵 他拉拔起来的描划 还有什么 就是刚刚上任 也没多久的这个董军 不是担任国防部长吗 还有去火箭军担任司令的 这个王后兵 这些人全部都是海军出身 都是描划 拉上来的 结果这个整个像什么 像那个葡萄一样 整串拿起来 所以说不是一个描划 刚刚讲 他在哈佛特 整个所谓的军中的大院里面 就是军中的社区里面 在这个公众之下 套上头套 带走 游街示众之外 你说描划整个系统 都被清算 而描划整个系统 被清算的恐怖在于 描划的这个系统 是习近平的嫡系部队 是啊 因为描划以前是在福建 以前也跟这个习近平 他有合作过的 那后来来讲的话 描划底下的包含 后来习近平拉拔上来的 你看说像现在的东部战区的林向阳 然后还有像这个 这个中部局委会的这个 刘正丽等等这些人 全部都是习近平拉上来的 结果你现在一个一个被搞掉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关键在哪里 因为这些都是习近平拉拔长大的 那如果是习近平拉拔长大 都还有人动他的话 到底是谁动他 所以他到底是要动习近平 还是要动苗花 我曾经看过一本就是 在整个文革的书里面 当时要斗刘少奇 刘少奇他们说我要斗你 说如果我斗你 我不直接斗你 我要把你旁边的人一个一个拿掉 当我把你旁边的人都拿掉 你就变成孤家把寡人 当我要斗刘少奇的时候 他斗谁 他要斗彭真 可是我要斗彭真的时候 我先斗谁 我就斗吴涵 所以我先斗吴涵 再斗彭真的时候 我再斗刘少奇 那不是一样的守路吗 是啊 所以你变成说 你这个今天有人提到了 张又霞的系统 去斗这个苗花的系统 那苗花被斗垮了之后 张又霞呢 张又霞后面会不会 还有另外一个 比如说何卫东 现在也在位 何卫东又不会去斗张又霞 所以整个解放军内部来讲 大乱斗 我认为都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准备再召开21大有关系 为什么呢 今年的三中全会开了没有错 四中全会没开 但是四中全会可能明年要开 明年四中全会的时候 是不是开始要安排一些人事 我的系统要进到这个里面去了 然后接下来 你看到那么多的中央委员 一个一个下来 现在我都认为是一个 人事斗争的其实点开始 而这个其实点是什么东西 解放军里面先乱 问题是说这些解放军 如果这样乱的话 请问他如果要打台湾 他怎么打台湾 他现在来讲的话 整个部队来讲的话群龙无首 然后现在我们当然讲说 非专业的领导专业 你看他派一些海军的 去搞这个火箭军 结果你这个火箭军 大家那时候解读说 为了忠诚 对习近平忠诚 但这个问题是 你马上对习近平忠诚 马上又被搞下来 那接下来搞谁去 谁要去接这个位置 然后现在董军下来的话 谁要去接光部长 所以整个解放军我认为是一团乱 那这一团乱的话 可能跟所谓的斗争都有关系 跟所谓的人事大乱斗都有关系 这些问题都在准备 这个接下来 可能是2027年的 21大的时候 看谁能够扶出台面 而这当中来讲 更危险的是什么事情 如果有旧的系统想要反扑 如果像这个所谓的 这个像薄瓜瓜 最近不是在台湾出现吗 薄瓜瓜来台湾是为了反扑 薄瓜瓜的老爸 大家都知道是薄熙来 薄熙来的系统 以前在2012年的时候 跟习近平之间的斗争 而当年来讲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李克强 不过李克强在2023年的时候 心脏病发死掉了 现在也没有人 这个所谓的李克强 因为你知道 当年李克强是让给习近平 习近平本来来讲的话 是不可能取得什么总书记的 本来大家看好的是李克强 结果后来李克强退了 而且习近平上去了 结果李克强你知道一退 马上就是身家财产 马上受到影响 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说看是不是有海外的红二代 还有跟李克强的这边的 胡锦涛这边的团派 互相来这个所谓的勾结 勾结来干嘛 来怂恿内部的解放军 互相大乱动之后 主要是针对习近平而来 好 这也不知道 现在就看到胡瓜瓜 不过娶了一个台湾女孩 所以跑到台湾 来办一场婚礼 可是你说这一路下来 你说这东西太难以循贵了 而且这个东西 真的跟之前刚刚讲的 我的军委会的人 一个一个中间下马 另外就跟 整个中国的内部的冲突 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勃呱呱的婚礼 本来我们来看的话 只是一个花边新闻 其实我也没有注意到 你知道吗 大家注意打棒球 突然间跑出来一对 怎么过晚 结束之后 一对影片跑出来 还有一对文字也跑出来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就非常政治的 就不单纯是一个小两口的结婚事件 就变成跟他的家族有变成一定程度的连结 而且他帮他爸妈讲话 是 那这个连结的时间点 非常的巧妙 因为目前的时间点来讲的话 刚好是中国的 这个中国当局或北京当局 目前最困难的时间点 困难的时间点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 世界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那个什么叫大变局 就是说 本来讲的 以为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现在不是 现在是美国再次伟大 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 就是要击败中国 那国家讲的话我吓一跳 他为什么讲 他说他是 他爸爸他们的父母亲 是为了人民为大局牺牲 那我就开始回想到当年的画面 因为当天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很密切地注意到 看着整个电视的转播 我看当时王立军 王立军 逃到成都美国领事会 他从重庆逃到成都 逃到成都的过程 他还化妆成一个老太太 换了几部车 然后车子直接开到 美国的成都的美国大使馆 因为大家搞不清 重庆 重庆是直辖市 但是成都是什么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 成都的美国大使馆 他有个大使馆在那边 所以他冲进去的时候 就带着机密之道冲进去 但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你还记不记得 重庆的武警部队 然后马上就 就开始追上来了 立刻就包围了成都大使馆 你记不记得 美国大使馆整个被 重庆的武警包围了 包围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现在想说 为人民为大局牺牲 如果你不牺牲的话 那你要干嘛 冲进去了 他把老美干了 跟老美干起来 因为他讲 他讲的其实很多 不是说我爸妈 为人民大局服务 他说我爸妈以身作则 慷慨欺揚 忍辱负受 为人民为大局牺牲 我的父母就像你们知道的 他们无法参加 不能参加让人倍感思念 我充满爱意 他们的我的心中充满爱意 他说 如果我开始向他致敬 我就无法重返党party 但我的意思是舞会 这个party的意思 他知道我只要敢 去对我爸妈讲话 跟我爸妈致敬 我就会被党来对付 可是他还是讲了 所以问题是 我们听说 现在说薄熙来夫妇 已经被假释在外 放在外面了 对 已经在软禁在江苏了 说日子过得也还不错 就是说行动有受到约束了 因为真正讲实际上 薄熙来并没有得罪习近平 因为当时去扣押薄熙来人是谁 胡温 是胡温嘛 所以他在台湾讲这个话 当然是一有所指嘛 那讲这个话 也跟着时空背景有发生关系啊 因为现在目前的中国情况是开始不太妙嘛 对 你不要忘记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 最原始的一个契机是什么 是因为中美建交嘛 中美建交目的是为什么 是为了联中制恶嘛 对不对 那联中制恶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论书问出来 你联中制恶结果把中国搞大财怎么办 那时候那时候所有的美国当局 所有的专家都提出一个说法嘛 叫做和平转移嘛 就是和平转移 把共产党和平转移成民主化的一个政党 一个政党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嘛 结果现在变成怎样 放弃了 完全放弃了 还被独裁国家 还被世界第二大 笑死人了 被这种事情出来 所以变成才搞出川普这个 美国再次伟大跟中国人干嘛 这个干的气氛 不过他们知不知道 知道 当然他们是当事人 尤其他们在海外 每天感受到非常强烈的气氛 那中国现在痛苦就是 他的贪腐居然没有 这个是缘捡换 这不是讲嘛 习近平上来是靠什么 是树摊 是树摊打摊 然后把这个参观一个拉下嘛 就没有想到 你当时不是把郭伯雄 把这些人给拉下买的时候 你不是要一清整个巨方耳目吗 就这样换过来了 这两天我们不是在讲吗 苗华下台了 那苗华为什么下台 原来苗华是整个最大的贪官 而且他们讲 他贪得如老虎一般 他们讲中国最喜欢叫打贪 就是要打虎 而当时呢 习近平用了张又霞这把刀 把这个扫黑树参 清洗的干干净净 让他正底通通垮垮台 结果没想到这把刀 现在对向自己 为什么 因为苗华也如同当年的张扬 用一模一样的名义 要打虎 因为苗华是一个大贪官 他们怎么形容 他们说呢 这个苗华就像一只巨虎一样 苗华还讲过什么 他讲说 现在军中第一腐败的 竟然是苗华 而最荒谬的是 苗华以前跟习近平 从广东的 从福建的三十一军 一路的拉把萨来 他是整个习近平 最信任的部署 最相信的军中的高干 就没有想到 你自己打贪打半天 苗华是最贪的 而且他讲 苗华主政的十二年 每一个升官的人 都要苗华同意 而苗华的同意的背后 都是钱 因为当时我们讲 苗华的背景呢 跟我们讲林向阳一模一样 他们都不见帮了 所以等于说 习近平亲信中的亲信 所以特别不是拔左 一路甚至把他提升之后 甚至游入转台 最后再到了一个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是什么 就是政治工作部的主任 但政治工作部主任 他有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所有的降级 甚至这些升官 你想要往上承报的 请问一下 都要谁点头同意 都要苗华点头同意 所以苗华就利用这个升官之后 开始这个特权 开始说 比如说 哎呀你今天想升是不是 你今天想干嘛是不是 通通都要打点过我 经过我这边处理之后呢 我才会让你的升官发财 所以变成是 他利用这个所谓的人事任命的机会 开始大量 第一个 培养我自己的亲信 再第二个 大量的收费 所以变成是 底下所有一狗票 你想想看哦 如果这个苗华一倒 那请问一下 会不会测查到 后面连这些 所有的行贿的啊 升官的啊 通通的东西 一并扫除 都会 所以这各位 这是端重子 而且非常荒谬的 我刚才讲 海军是国际军手 海军也是最受重视的 结果我们跟他讲 你今天如果要打台湾 你最要依靠什么 你最要依靠的是海军 可是他讲 在苗华的统定之下 这跟海军的底子 他说 跟底都已经烂掉了 那我们讲在军中 军中负责 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安全的 或者军中负责 贪腐的是谁 是政委 也就是我们的政战 就是中国的政委 他说 政委更腐败 政委跟海军 因为苗华的关系 烂到跟底了 当然嘛 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 如果说整个海军的底子 跟政委 这些整套系统 都是由苗华一个人 去处理去发落 最后呢 造成这样的局面 那我就请问一下 底下都会好哪里去 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因为你知道吗 保健哥 私底下 他们的表面上呢 因为苗华虽然是挂 这个第一副组长 但实际上呢 何卫东只是什么 只是一个名目而已 他只是一个神主牌 财地下 真正有实权的是苗华 而苗华在底下 他们说操盘到 夸张到什么程度 表面上台面 每天大家都喊说 哎呀 习主席习主席 但将官里面都知道 哎呀 你要升官发财 要找苗主席 听苗主席的说了算 而且现在中国在看到苗华 掉下去的时候 为什么对习近平难堪 刚刚讲 你刚刚讲 所有的升官都要看苗华 苗华拿钱 习近平会不知道吗 而且不是只有苗华 习近平还有另外一个 相信的人叫张扬 哎 张扬跟苗华 都是我一力提拔的 都是我从福建拉上来的 可是跟他讲 苗华是巨虎 是最贪赌的巨虎 而张扬是什么 张马带 为什么要张马带 用马带装钱 对 所以你想想看 但是时候时间点 动了苗华呢 大家不幸就想到 哎 习近平 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因为当年呢 张扬也是一样 同样的工作政治工作部主任 那时候大家讲张马带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要升官发财 都要带一个拿带 他喜欢用那种 马带有现金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给他之后 然后呢 你才有办法去处理 所以等于说底下 你想想看 你给过一次之后 你也变成我的人啊 我们两个全部都是命运共同体 所以大家不幸想问一个问题嘛 哎 为什么你习近平出来的人 包括我们讲的张扬 甚至我们讲的苗华 总是这种贪官污吏 然后而且你习近平 难道在你眼泽笔下 做这些事情 你完全不知情吗 对 刚才讲的 现在有更新的消息是 苗华仲介下马是 原来在二月国际媒体 就已经用巨虎 军中的巨虎来 暗影影射他 影射他现在居然是 军中第一摊 军中第一摊讲 所有的升官发财 都要透过他 如果你这么贪 习近平如何自处 我们要先了解 这个解放军 军委会的那个 整个编制的结构 那个政治部主任 是什么意思 政治部主任是上将 对不对 那这个从毛泽东开始 这个解放军 共军的建军 他是政治挂帅 所以他前面有张扬 你不是讲了吗 所以他整个政治部主任的安排 讲简单一点 这个位置 100%就是中央领导 就是总书记人 所以苗华是这个安排的 你知道吧 张扬是被干掉的 张扬是前任的安排 应该是胡锦涛他们安排的 所以胡锦涛之前 更早前的话 就是江系人马 所以江系人马 他们控制军方很久很久 所以到了苗华 才真正变成了 所谓的习近平全盘掌握 你现在理解这个东西 那是习近平的人马 是福建帮的 怎么突然间被干掉 你知道吗 这个事情怎么回事 那好 第二个你刚刚讲了 他的 所有的将军级的人士 一定要他同意 没有他同意不可能的事情 目前公布出来是贪污四千万 到底什么事情发生的 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到底苗华是习近平干掉的 还是习近平以外的人干掉 我们在谈这个事情 我昨天问这个问题 没有答案 我今天比较有答案 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代理人出来了 苗华的代理人 叫什么 就是副主任 他是常务副主任 叫做何鸿军 何鸿军是2019年到2024年 到这个政治部副主任 他是 我告诉你 什么时候升上将 我现在告诉你 是2024年7月份升上将 今年才升上将 什么意思 替代苗华 就知道有问题了 因为我现在把副主任 先升上将的意思 就表示说你这个东西 我有后面的安排 否则的话 不会先跟你升上将 对 你常务副主任 退休就算了 这个人从哪里来的 你知道吗 他的背景是哪里来的 他的背景是什么 他是青海军区 青海是个什么玩意 这么小一个军区 所以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妥协的常务 瞧出来 他不是习的人 也不是非习的人 但是是一个两方 都可以接受的人 这才比较铁理 如果是习近平的人 我怎么可能把你丢到青海 对 就不会是从青海来的 因为他去浙江 福建 他自己的低性不对 然后苗华也不会动 摊点污又什么了不起 那他到底摊多少污 我不知道 但是绝对不是四千万 如果说是违纪的事情 那么严重的话 是就大条就大条地带去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讲的 就是今天跟昨天 我现在多一个资讯 就是我告诉你 这个何鸿军 已经正式带领 这个中国解放军的 政治部主任 那这个带领上去的结果 他上将带领 那这个时候来讲 为什么这个人代理的理由 是说因为他没有派系的背景 他派系背景没有那么强烈 换言之讲就是说 就不赞成习近平掌权的人马 对这个推动这个何鸿军 这个力量非常大 那习挡不住 所以下面的下一波的人士 不是多了动了 七八个大军区吗 对 通通都动了 所以后续如果没有变动 所以军方真的出事了 他不是就是 OK 你还讲出事 那就是说 这个权力的更迭开始移动了 我们应该这样讲 更精准一点讲法 就是说 如果何鸿军扮演了 这个中共解放 中共的政治部主任的话 他不会百分之一百 听习近平的话 这样讲 这样讲比较精准 比较精准 那换言之讲 军方不是习近平 百分之百可以控制 那这个情况就很 就非常大的事 强杆子在手上 谁手上 对 我不觉得会完全脱离习近平手上 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说 他不能百分之百掌握了 那这个情况 我想应该很忙 应该很忙 没有时间会来打台湾了 应该这个 刷刷 他刚才讲 你打台湾的东部战区势力 你的海军 都烂到根底了 所以嘛 所以现在的中共的军方 内部应该有非常多的问题 然后各种派系都蠢蠢欲动 那这个蠢蠢欲动的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要讲好听一点嘛 就是改朝换代要整理一番嘛 整理一番总是要有力气 总要花个几年的时间 才能稳定 那当然有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 台湾也很危险 万一说 斗争的激烈太接近的话 会爆冲 产生的意外事件的话 当然我们也有危险的问题 但是看起来那个机会比较小 好 再雨薛 十年前 2014年的时候 当时整个中共的内部斗争 也非常严重 那时候长安大街 还出现什么 出现坦克车 还互相的叫嚣 要讲讲 现在当时的整个斗争里面 有一个起点 谁的起点 令计划 当时的 当时的大半 就是令计划 令计划里面的儿 令计划的儿子 令谷 干嘛 在长安大街 开着这个跑车 出事情 出事情了以后 他就命上当场 结果 令计划的儿子 令谷 在2014年 十年前 命上长安大街 结果现在 蔡奇的儿子 蔡儿精 竟然也出状况 在北五环车祸 在北五环车祸 不是送到医院 是警察 直接带走 跟当时的 那个令谷 一模一样 他们有一个逻辑 有时候要斗争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的家人 亲朋好友 都会常常出事情 代表说 你连你儿子都照不住 接下来就会轮到你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蔡奇 大家都知道 他是逢迎拍马屁 习近平的第一人选 所以他是我们讲的 这种中央办公厅主任 结果没想到 他儿子出了一件怪事 你说什么 被车祸 他根本不是出车祸 他开车在路上 然后突然就传出一个消息 说在北五环 发生车祸 那如果发生车祸 正常的一场 应该是交警来 交警来的时候 现场处理处理 就没事 大不了送医院 不是 他是出完车祸之后 人没有送医院 还在车上 然后莫名其妙 警察就来了 警察来了 也不是关照他 说车祸怎么样 是直接把人带走 就把他儿子 直接是这样 给他带走去 所以他们就要到儿子 目前为止 我们就想 会不会 其实开车撞他了 根本就是警察自己的 等于是我撞了你之后 假车祸 真拦截 我就把你的人带走 所以他们讲说 到底这个人 还带不在 也不知道 不是 下一个说法是 他不是被带走 他根本就被暗杀了 对吧 就我撞完之后 我毁失灭机 我们讲大体也拿走之后 你就不知道到底 现场发生什么状况 而且当成还讲到 他当成还讲 我要把你斗款之前 我把你斗送 我觉得当时 所以这个事情 让大家想到令谷 令谷当什么 开法拉利 他我觉得很妙 他说 他们撞车祸 当场死亡 当场死亡 他说车子里面 有两个半裸的女孩子 那他想说 你就把他斗送 令谷非常堕落 你开个法拉利 而且你喝酒 然后旁边有两个女 他说不对 这不对 你知道有什么不对吗 法拉利里面 塞不住有两个半裸的女人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跑车基本上 你如果有做过都知道 他是属于那种躺鞋式 所以顶多就塞两个人 除非你把另外一个人 塞在后车厢 所以能够就写这个稿子说 他旁边坐了两个女人 你的目的当然是很简单 就是把他这个光二代的形象 斗得又臭又脏 然后你觉得死有余辜 结果不是啊 问题是他开的是法拉利 各位你就看到 而且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台车 对啊 这不像是撞悟 双人座 你说法拉利基本上 你如果有看过法拉利出车 我就知道 他的防撞其实很好 但这个跟你很像 被飞弹炸过你知道吗 这个炸得乱七八糟 整个台车子 烧得乌七八糟 所以你想想看哦 当时我们讲的令计划 这个时候 已经他们讲说 这是这个政治常委 甚至的委员呢 这个热门候选候选人 就没像这个热门候选人 突然见他儿子令鼓 就出事情了 而且出事情就算了哦 还把他弄得又臭又脏 那我就问这件事情 第一个 他儿子已经没了 没有臭 对不对 但如果他的儿子呢 有这种又臭又脏 甚至我们讲的 民生败话的问题 他请问一下 这两个位置他还要升吗 根本就不用 就控制住了吗 所以你想想看 当时就是用这个方法呢 把这个令计划 直接给搞挂 结果现在呢 如法炮制 连蔡奇他的儿子呢 也有这样原地被带走 那就请问 习近平的大权还稳固吗